好,最近很多波體都多了些事情做 你而已 我昨晚也沒有事情做 昨晚邱Sir也有 我是這陣子 我前一陣子也比較靜谷 我都靜谷 早前我想看歐洲高駕骨經典不同 我早前想看歐洲高駕骨經典 你才多事情做 我昨天在家裡看過丹麥杯決賽 我想沒有人會看 但有一個有趣的情況 話說丹麥杯是有球迷 一勝的球迷 兩邊球迷就坐兩邊看台 突然突然吹啟停了一場球 但不是酷靈迫門 當時打了差不多30分鐘 什麼事呢? 原來阿爾堡的球迷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其實座位已經設定好了 球迷與球迷之間有兩三個位 通常隔了的位置 會有些膠紙封住 阿爾堡的球迷就不耐煩 於是全部圍在一起 大家跳舞、打氣 不理會的社交距離 球迷就吹街 停了一場比賽 然後阿爾堡的職員就勸喻 他們坐好、聽話 一部份球迷就不肯 分二里長 走 不看 不走就看 不走就坐下 球證的球賽能力很強 我正在出場球 他都可以留意到球 其實是很明顯的 等於我和Ricky的距離 隔了兩三個位置 原本就每個人都坐在這裏 大家一起圍在一起 那是否要參考 我們早前有限聚令 我們茶餐廳有很多方法 又拉條紅線 又靠擦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 有時候要隔一格的 有些膠也有 之前有靠擦 有很多東西 五個人吃飯是很慘的 那時候每張桌子吃 五個人吃兩張桌子 一二三碗來吃 真是慘 但我有一個問題 球證應該是管理那場球 即是比賽 但那個後迷 那些坐在哪裏 應該不關球證的事 對 但他跟牆監 其實他 吹停了之後 他就在牆邊溝通 有雙方的職員 教練 然後有牆監等等 然後有些保安 有些類似保安的人員 就進去勸喻 阿爾保那些職員 又在場邊叫 你坐好 那最後是怎樣 最後是怎樣 最後是繞擦了十分鐘 上每場球是十四分鐘 結果那場球就 繼續踢 有些球迷不肯 保持時間 他們就走了 阿爾保就輸了0比2 我最近的 昨晚說劉卡素 對班尼茅夫 很簡單說 班尼茅夫 實散的 賽程很難踢 對強女 應該降班機會很大 劉卡素42分上 反而扔到球場 昨天 班尼茅夫對劉卡素 兩邊龍門 現在知道 重開賽事之後 沒有十球童 沒有側波制 球場 有些會放一個飛碟 即是飛機在這裏 放一個球 大隻佬球證的名字 我忘了時間忘了 英超的大隻佬球證 太久了 不是另一個 另一個三個 不要緊 剛剛 他看到 踢踢踢踢踢 都看到 他不想球 在兩個龍門 都在後面 都隔開的 他不想看到球 他怕影響到他的視線 他就叫過那些人 催停他 把球球丟到廣告板後面 但問題是 他丟一邊 又不丟一邊 他看到這一邊 但這一邊 明明又沒有東西過 另外一邊龍門 右邊就有他 比較特別 攝影機構 哪有網 也有Zuma 沒有什麼特別 但劉卡素 很久沒見過 莫老師這麼開心 有機會打歐霸呢 那是沒有 實在是要的 也有的 因為現在二次都是四十幾 但又不是說強得那麼緊要的 現在波老師 可能沒有壓力 有機會贏5比0 有機會贏 深夜斯文三 我助攻 會飛 搬你馬虎就大件事 沒 Vel 여러 我想賽混的機會獲得很大 劉卡雷 你呢你 знать avete幾多 沒有阿如 你剛才說到那麼多 砌摑金那我們還在說 什麼呀 砌摑金球 沒有了一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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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華25 音 Avatar 說是秦偉余 沒有 第二 彈雨軍 大家也是偉解的 他懂得看的,大家都看錯了 找適的東西,什麼都懂得看 別人就說找適的 認真一點,我就改了一場這件衣服 綠色的,貝迪斯 這隊是不得了 這隊是魔咒 這幾十年貝迪斯真是魔咒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誰來教都差不多 現在是阿力斯杜希 杜希藥 我想說,為什麼魔咒 這隊在一場比賽,他打得很好 但是一定會有很不利的事情發生 在他們身上 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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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有機會入球 還有往二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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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這兩 nothing kan 你認為黃馬會拿冠軍 你是很有誠意認為他拿到 其實不是 我收到巴塞不和的高層和球員 加上我看巴塞的表現 所以你就 我覺得黃馬 所以你就什麼 最重要的是第三第四名那幾隊球隊 沒有什麼挑戰能力 所以你買了很多黃馬的歌手 我冠軍 所以這幾場應該可以決定誰 維拉利爾下一場對巴塞 我覺得可以打 維拉利爾現在也不錯 因為他選擇 其實西甲疫情之後 復開後 維拉利爾是最好的球隊 黃馬就全勝 他和了一場西洋戰爭 但是成績非常之好 但是我又未必覺得下一場球 因為我覺得他人腳未必夠贏巴塞 他正在很多選擇 即是 尺拉特摩蘭奴 柏卡仙奴 可能會出先 然後唱普斯 尺卡蘇蘭 對 他回來 賽斯後的組織很好 還有用的球員 他都用得不錯 可以有差不多兩套不同的進攻的陣容 還有西韋爾也跟你說 要贏的時候他贏不了 就是和球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可以保持第四位 真的不知道 現在是維拉利爾追西洋 是看這兩隊 另外那幾隊降班其實已經定了 愛斯賓羅和尼加尼斯 然後馬律卡 差五分 現在都很困難 我覺得馬律卡 其實馬律卡也挺好看的 但是那個日本人真的很好 九部建英 他長長都是薄到盡 還有他真的有盤扭能力 對抗性格也很好 即是你看到他可以站穩在西甲 在哪裏可以站穩 另外反而乾貴士 他就很紀律性 很有球味 但是差點殺著 可以在西甲聯賽有一個突出 但是艾尼巴純粹是有亞洲球員 還有他又不是那麼貴 他有這樣的球味 打一些球隊都可以的 所以他的貝迪斯不能踢 阿乾貴士 他沒有一個殺著 即是沒有這個 這個 這個 我懶得說出口 九寶建英 九寶建英 這個真的是 那你講球的時候 是否叫九寶建英 幸好還沒講過 我也沒講過 為什麼中文這麼好的 不是乾貴士 你懂得乾貴士 乾貴士 他根本都不知那個字是乾 乾貴士 其實紫進除了講很多球 還有很多東西 當然 紫進要有些什麼 雜誌式的 所有的雜誌 他真的 所有的都是 他是看著中文 英文看著英文直直直 翻譯中文 現在很乾貴 但是現在 原來我發現了 每個節目 要每個禮拜講一個趣事 從第一週開始 到三十週 幾乎 哪有這麼多趣事 英超 英超 歷史 我現在 我打算 復賽 停賽那一陣子 覺得很爽 不用做 現在真的不調 開始想想 可不可以講講一些香港的 你是一起想還是 不是 我只是想 你想的 哇 三十幾週 每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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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球的 就做一個環節 講一個 可能有趣的 頭皮型 和你 其實正常人 看球 都是 開球 才能打開電視 這些是發生的事情 有些人看到 但也 希望有人看到 沒有心機 去做 但我以後 真的 做一個 踢過 香港聯賽 又踢過 英超 的球員 你們 知不知有幾個 我都在數 香港 學次 學次 我發現很多人都不記得 記得 踢過 快樂通 學次 星島 左的很厲害 左的很厲害 我沒有跟他一代 我忘記了 學次 威爾斯國 當時 星島有學次 和梅雅 梅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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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鋒仔中場 有年 驅角盃 什麼盃 驅角盃 驅角盃 即是在元朗踢 對 搞了一年 比較大型 那一年 學次 學次 很厲害 有一場盃 兩球 好像星島贏 一球就圓 有幾多隻 左腳很厲害 在元朗踢 如果沒有記錯 最震撼的不是他在香港踢 因為之前已經踢石碑 然後他來了香港 之後再回去又踢 好像是 那時資訊沒有那麼流通 突然看到 ESPN直播 一場禮拜一 森林對阿仙奴 哇 這個人兩年前 在香港踢 其實踢了一陣 證明我們當年 香港頂級聯賽的水準 都是不差 真的 很推步 你想想 如果在英超 過來香港踢 不出奇 不是貝利 索格林很多 但是再回去踢 證明又不是那麼差 多年香港的水準 不然也沒有可能 那個球員可以回去踢 是正選 貴初球 當你很高質 你在香港踢完 你要再拿回比賽 就回去踢 所以有他 有史賓沙 史賓沙 史賓沙 索格林 有趣是索格林 因為當時失散了信心 對著小占江 4-0-9 這波路是索格林 你知道嗎 你還沒來 一年 索格林 當時我們看是 哇 很棒 一出眉 一拉過球 那個細 各方面不同 還有德士輩 德士輩 很有卡士 某腳級 很有卡士 有後衛 來到香港踢中堅 很易通的時候 我們夾過去 在港聯 他打中堅 那次我打左閘 但是不停90分鐘 他都叫我領廳 非常之好 還有泰利 也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魚丸 有騷子 尚跳 圍拉 還有他在圍拉 是勁的 那時候的圍拉 是拿第二第三個人 踢中堅 你應該有對過 因為他在98、99年 有停滿 那時候有兩個外援 中堅 一個泰利 一個叫高爾 高爾 高爾那時候是打次級團賽 高爾那時候是打次級團賽 高爾那時候 我們打歐聯 高爾和泰利 高爾和泰利 應該都是踢頂級團賽 高爾還記得 他踢球 像猴夫 踢球 高爾現在在英格蘭 那邊教科 試過一場足總盃 他不知道主教練是否停賽 還是轉了 那些叫做助教上去 高爾是誰呢 李布林呢 雖然不是 雖然不是什麼 但是 都算是 很成功 我們當時笑他 你會打衝鋒 那時候 回到後就打右邊 右邊 右閘 右閘 右翼 後來就笑他 這個很好 控球 好像未 入球 控球 但很衝突 很好看 巴古沙 很好看 那時候 那個組合真的可定 那是有趣的 因為你經常見到他單刀 真的爆贏了 然後去到那一刻 任入 就一絲絲 有波林 有波林 跟他很多年 有波林 有波林 我沒有明白 那時候去德國集軍 因為李布林 其實一直都是在石酒三 其實他就是布魯士的助手 李布林 李布林 有人演練 兩個都有人演 他太太也是香港式 然後就進入香港式 那時候就知道 現在是否我不知道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現在不是 很邪惡的 所以都很有趣 看到這些很熟悉的面紅 都很個人的感覺 誰有教 那時候 做場竹總杯 教低組別 還是什麼杯 中風 快湯 巴雅迪 在最後一場見過他做教別 我跟他做的 但是後來一場竹總杯 他曾經看過 現在不知道是月秉組 還是Fat Division 他在這裡 竹總杯見到 巴雅迪 巴雅迪 這麼多國家都比較 有 在英國比較多 就是麥達郎 不過在香港 踢過三個月 那時候踢藍華 蘇格蘭 是不是蘇格蘭 早期的 80年代 90年代頭 即是尼福摩根 那時候他們在英國是隊友 然後一起來香港 現在他們選擇都比較多 他就是在雷丁搞了很多年 真的是主教 有時候都見到他 那幾年上英招 但是完全不認得他 最堅持回去 而有 拿捉重杯的 就是士斌沙 算不算是嗎 直接拿捉重杯 幫車路士 車路士正選 雙雅雅腳腳 算不算是 那時候看 早前做歐洲國家杯 很厲害 你見到他96年 勾了港杯 沒有了士斌沙 其實是 蘇格蘭 他未搶到正選 但他也是第一地方 其實有個幾深刻的印象 我不知道 可能一些好資深的球迷星會記得 Vicky可能都會知道 因為魚丸有一段時期 當時沒有什麼國門來的 就是不群立馬 陳國榮來之前 魚丸有幾個 一個叫湯樂譜 是快得很厲害 即是東北那邊 湯樂譜 一個叫黃東陵 黃東陵 他們來打魚丸 當時魚丸打起來 成績不算很突出 但是黃東陵之後 回到上面踢球 中國國家隊正選中堅 尤其是林志華 我記得 有上過中堅 有 東陵做過 但東陵在魚丸的時候 已經年紀大了 但是他之後回到上面 還有中國國家隊的主力 這個我都覺得 哇 還可以看到 當時外援都很有特色 哇 湯樂很快 放得很厲害 湯樂很快 他的特色是什麼 不知道 等著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會引起你 反而很厲害 就是他練球這樣 練球這樣 為什麼 不知道 有袋 那時候 冬天不流行 不流行穿短褲 你知不知道 穿這些褲 有一次練球 我都問 你踢球很冷嗎 我覺得 那邊你應該不怕冷 冬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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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東陵 類似山東年 其實果禽那些 我覺得是厲害的 因為當時 你來香港的國門 一定是國藥級 才可以 要不就是廣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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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申請 他每來 才可以 找到這個國門 可以 陳凱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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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就謝玉芯 我記得 沒有 謝玉芯 我記得好像有 應該沒有 真的沒有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好像有點印象 是嗎 在哪裡 很後期 我記得是 但是我自己 我認為 吳群俠那些當然是出名 其實我認為 我自己對過 眼見是香港最厲害的國門 我自己覺得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Micky有沒有印象 不知道 秦歌 沒有 秦歌 那時候 他超到 拿著球 叫外援你 對手外援 也很厲害 扭完 再踩 叫他過來 很好 真的 他的踢法 是瀟灑到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真的 斯丹 真的很好 很淡 很少 亞洲球員 可以瀟灑到 拿球 腳法很高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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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自己的身體來說 立宿那些都很高 但這個技術的 草圍真的 他真的不像 中國球員 真的像歐洲球員 他應該是 之前我記得 他出過去踢球 所以他講英文 或者交流 各方面是沒有問題 他在美國踢室內聯賽 拿球 我未見過 他很油 但六尺多 這個真的很好 最近也有一些片 有一個YouTube頻道 經常上傳播 有一場 真的播回星道 唱歌 你知道那時候 旺角場是爛的 你看到他拿球 真的好厲害 可能真的看得少 那時候小時候 不懂得欣賞 現在看回 真的厲害 上海球王 但據聞 有些性格事然 所以當時在國家隊 不是說真的 都很厲害 不是那麼如意 或者發展得那麼理想 可能都是性格 或者什麼 但我自己的生涯 我都未見過 是這麼厲害 這個真的厲害 陳國榮 真的 我想要某個年紀 才有人用 因為他只是踢了兩屆 左右 他踢了一屆 踢了一屆 應該就是這樣 他其實是超得好的 在香港 那時候來香港的國會 份量是不同的 真的 但是你說如果踢過 英格蘭頂級 香港又踢過 韋伯 試過短期踢過 李爾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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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森林 踢中場 我幾次也有個叫韋伯 八夜公一陣 踢過幾個月 應該是596年 踢過萬聯 韋伯 當時森林150萬磅 去萬聯 那時候也高價 其實有一個很出名的 加利蘇 當時是英格蘭 最加年青球 這個名銜等同傑司 很厲害 加利蘇 但你去香港 傷環的影響 很少 我記得我踢南馬之前 潔志地區騰 接著對南馬 那時候一場球是很重要 麥賴雲尼 麥賴雲尼 他和他女朋友很出名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麥賴雲尼蘇格蘭 他很大名 當時是煲得很厲害 很誇張 很大名 然後他女朋友 當時 當年很熱 不知道外國的報紙 什麼 吉巴基羅那些 很成就 不知英國那些 你有沒有印象 明火 怎麼會帶來香港 對 是焦點 例如很紅 當年有些報紙 每個月一次 很重點 Page 3 沙葉旅行 那些 那些 那時候第一場球 我就對他 所以我很深入印象 當時很大的吹德 他的名字很大的 那時候很不同 因為那場球 踢王國場 是很大的 很大的新聞 後來 那時候 很小的 後來大了 原來這個場外 真的很精彩 我十多歲 我剛出來踢 我跟著他 他前鋒 不斷罵我 我不管 他覺得 死小子阻礙我 他不知道 踢一兩場 談得可以 人工天價 當年 最近看那些報紙 因為他當時選擇 最好笑的是 第一眼後 他選擇 要麼就踢藍華 要麼就踢韋思涵 那時候頂級聯賽 他說 藍華的價格不斷 那我就回韋思涵 另外 我給你試一場 還是兩場 再談一談 那藍華也沒有 突然間 那時候我還沒踢藍華 我年輕的時候 都很久 那時候都是那幾年 最厲害的一單 那時候真的很轟動 因為那時候是頂級聯賽 還有沒有記錯 是86年世界盃 蘇格蘭的國家隊成年之日 是打世界盃 然後 1992年 其實也是幾年 已經在香港 見到他的真人 那時候很轟動 80年代 80年代 因為藍寧家 那些 其實世界盃決賽 入球 都來 甚至是 我記得都來過 踢魚丸 好像要表演賽 也有 像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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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二俠是微勝班 在月祖 那場 那場 是請斯路頓 去踢一場 已經很老 已經四十幾 那時候踢了一場 然後就離開 但是 都很特別 一段月祖的波 其實當時 阿祖哥搞得不錯 還有波列治 波列治 牛屎仔 文仔 後來那一群 整群都不錯 我覺得蘇格蘭外門特別 現在回看 就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們真的未必很出名 可能蘇格蘭 即不是蘇超 是蘇甲 但是過來 那種感覺 很實際 很透明 就是跟你拼命 很好 職業創手 蘇格蘭 很坡素 就是發難 你們看到的 他們是一個很坡素 可能是一個陣子 這樣過來 但是很牛 很硬正 跟你去到盡 但是又很斯文 平時在球場 不是 離開了球場就是斯文 是 那球場是甚麼 摩亞 摩亞 摩亞不是蘇格蘭 摩亞真是經典 我想這麼多年球員 很多人知道 他在球場就真的上身 他真的跌 他在球場外 他背著聲齒 他兒子的背囊 很斯文 是好 是真的 他背著背囊 他兒子的聲齒 當年 他平時就很友善 你問一下 如果現在的年代 這個新的球例 我想不夠兩分鐘 就兩個紅派 每一次升起頂波都這樣 打了幾十 有一次不知世界般外圍賽 因為他後來入籍 代表香港 有一次世界般外圍賽 不知道對巴林 還是中東的國家 在香港打 打完之後 對方的職員說 你叫那個英國人 小心點 下次你抓黑你 你就知道死 這樣說 就跟記者 但是他平時沒有甚麼 有很多東西 很純粹 很純粹 一球場就上腦 你開了球場就上腦 你開了球場就像教書一樣 是 有斯文 你看看 他兒子的聲子 背著 你又大隻 他又中這個袋 沒甚麼所謂 胡鬚立凸 這個很好笑 那些都是厲害的 那些外圍都是 很各有特色的 你當時回到米棟那些都好播 艾斯坦 阿仙奴 阿仙奴 那時候 阿仙奴 那時候 阿仙奴 那時候 他們在中游 每個一隊 都有這些很好播 米棟 那時候 阿仙奴 是預備組 兩個過來米棟 就踢得久一點 米棟有很多好播 我問你 有沒有印做米虚斯 米虚斯打一個半季 他又出了名 在球場是殺人 他在英國都出名 馬華 香港是哪裏 香港是踢南華 那時候有一年 你還未上南華 那時候 那時候是四周三 我聽過的名字 韋奮斯 韋奮斯 現在是劉卡蘇 劉卡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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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甲組 美月組 那時候 他在英國都出了名 叫殺人王 來到香港踢了半季 原來你們沒有印象 反而我自己很深刻的印象 其實那時候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踢背隊的張玉生 被他打了一竿 不是啊 我踢過了 玉生也在這裏 然後就受傷了 我踢過了 因為這個球員 我都在想 當年被摩亞這麼誇張 他一個在英國 那些人都會害怕他 的人過來香港 那時候 但是摩亞那隻 他不是說 他動作一定是狂 但是他上樓 還是上腦 他不是說 很想蓄意侵犯你 不是 那個壞習慣就是 頂球那一手 手 一定能打到你 除非你不要跟他頂 但是你說用腳那些 他又沒有什麼 就是 打鬥踢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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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 過癮的 過癮的 那時候也有很多 很多這些 我們可以慢慢說 特別是一些 比較資深的球迷 或者現在年輕的那班 都很多片 現在可以看 其實都可以 欣賞以前的外援 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各有特色 中型班 小型班 小型班 兄弟班 都有些很 形象很鮮明的外援 令到球迷很深刻 那時候馬田癲 我有一個好印象 就是 冰島那個 是冰島 你叫做Fan 來的嗎 馬田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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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跑 他可不可以前幾年來過香港幫忙 是嗎 就是他 就是他 我不知道 當時我們怎麼好笑呢 Polwisky 他不是很會踢的 他比較便宜跑 但這個要說 他態度真是一難 當時我們趕聯練球 我們是銀器 等球衣來 要等的 因為當時 大哥成一個人 這麼多隊 都什麼都去做的 我們等球衣 他呢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他永遠出頭場 他一定要第一個 因為他真的很好態度 他第二個不開心的 他穿好對襪 穿好對襪 穿好對襪 然後上身衣褲 就沒有穿 因為還未到衣服 他就穿好先的 跟衣衣 一來到馬上穿 立刻衝出去 你開箱完之後 有細節 他每一次都想做到 加零一 那個態度真的很好 但是呢 你踢球那裡 他就真的 不斷跑 我們知道 也不是說沒有他的作用 有的 有的 有這樣的動力 有什麼好事 總之是不是都跑 全場跑 全都跑給你看 在前面衝 那是乾牛仔的什麼 馬田 那是馬田 那是馬田 你知道誰 我現在告訴你 你經常試 Foreas Gum 不過我不會叫他Foreas Gum 不過我們自己 現在是冰島足總派 是嗎 是嗎 是呀 是呀 早幾年 我先看看照片 看看怎樣變成 是呀 是呀 挺有趣 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的有趣在 你覺得 我們覺得 英國的頂級聯賽 和香港的頂級聯賽 至少的距離 大家的感覺 是有點接近的 不知為什麼 當然有很多 英國外門 他們也有些可能 是踢過頂級 或次級聯賽 始終他們覺得 摸到那一層 就算不是那一層 你看到那些精英軍 你會見到一些照片 球隊的合照 你會見到他們 是其中一個 在那裡的 我想這件事 令到 慘不慘了 那時候的資訊 沒有那麼流通 還有很多這些 激愛回來了香港 之後有機會見到他們 其實他們說到香港 真的很討厭 每個人都很喜歡香港 沒有人說過一個香港的壞話 我有聽過說 有個球員不喜歡香港 麥基隆 不是 是他老婆不喜歡 麥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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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們跟他劇 是廣聯 放手中場 兩位也有踢 E-Up 神器也有踢 之後神器 我們廣聯踢過很多人 中場 剛才我聽 大B哥說 他不喜歡香港 因為他們多數都是掌如記彎 每個人都很開心 掌如記彎 有歌爾夫球 有網球歌爾夫球打 非常之開心 那時候 一個很特別的年代 我們期望現在 因為見到很多香港球員 都出去踢 真的有些期望 在電視上 都見到一些資訊 因為現在都感覺到 其實其他聯賽 都很多 很多亞洲球員 剛才說西甲 都很乾 不要說頂級聯賽 至少在外地 歐洲的主流聯賽 無論是甚麼級別都好 都見到一些香港人 我相信都會開心 我這樣說 那時候 現在可能外援比較 沒那麼闊 以往有 譬如說 新西蘭角角 歷神 老西 總監 另外有 激力 好波 伊波羅 澳洲角角 打完伊波羅之後 澳洲國家 澳洲國家隊 欠出線 全世界規矩 不是外圍賽 富家賽 澳洲對伊朗還是甚麼 那些是打到這樣的級數 好看 看回他們 是 1997年之前 英國球員來香港 方便很多 不需要工作 正 差不多 等轉妹子 可以下場 劇也有些變化 那時候 又沒有轉妹槍的制度 那時候 經常都有新的外圍 幾個月 有個飛來板 來試一下腳 很多時候有些粉絲 例如粉絲和粉絲 那樣介紹 或是agent 但Wicky 又沒有一些歌詞 達人家過來 那時候 太遠了 現在好些 那時候 你飛來差不多兩天 你飛來之後 你在這裡 待會 不是要你這樣 還有資訊 沒有那麼發達 有些 可能來到這裡 就未必知道 他們這裡的表現是怎樣 又未必選到 真的不用太遠 對 寧願去足美洲 去墨西哥 去這些地方 特別看到你 如果你說選國家隊 就容易一些 這個也是 但現在就 沒有所謂 現在有很多 剛剛有南韓簽了兩個 那是大家 那是一個腳 很有機會 你那次給我一個照片 我看 Ferlando做神父 Ferlando 是嗎 你給我看 什麼照片 好像不是 你給我看 前鋒 我來拉斯 我來拉斯 不知道 你的風水好像 是嗎 好像不是 可能我錯了 我的風水真的很淺 教堂 很久都沒有跟他原諒 奧琳達斯 都是踢過南韓會 然後就去水晶宮 之後我就講 世界杯外圍賽 阿根廷 去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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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閘還是左閘 正選 哥斯亞現在除了 現在基羅納馬斯 當然是 而且阿雲祖伯真的很厲害 阿雲祖伯真的很厲害 阿雲祖伯真是 那些入球 真是英超 真是厲害 不得了 打飛棍 萬成 那時候偉思涵 那時候 那時候好像有個六門 高蘭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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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或南美 以往比較少 現在可能多分 現在 因為那時候很難 飛機 飛來很困難 現在你在南美洲兩程就可以了 例如12個小時這邊 12個小時這邊 然後再加多11個小時 直接來到香港 以前不是 大哥你又要去這裏 那裏 起碼三次 那你怎麼回到香港 那時候 不是 那時候現在要先去美國 但問題就是 由那時候去美國 那架飛機已經停三個地方 可能停了 伊地馬拉 墨西哥 是這樣的 在羅省 我三樓舍來香港 又未必有直飛的 你可能要去台灣 我去其他地方 真的兩天 大哥 但為什麼香港 在巴西 現在都佔很大部分 過去十年 但阿根廷 反而這麼少 這個是奇怪 沒有 其實阿根廷全世界 很多阿根廷球員 是的 但是小 真的小 以前流落的 曉哥金曼斯 曉哥金曼斯 其實他掌控澳洲 他掌控澳洲 其實當時都很另類 有阿根廷球員 他站好手力 矮矮小小 但歷來阿根廷球員很少 巴西佔很多 有趣 對比很大 真的 真的 為什麼 其實烏拉 烏拉歸和阿根廷球員 全世界 他們喜歡出國 你看到全世界都有這些球員 但不知為什麼香港是少 不知為什麼 非洲現在很多 現在非洲沒有了 那天談 這五年 你看看有什麼非洲球員 之前已經來了 新來 近年是沒有的 以前有很多非洲球員 以前香港 當然 有些 不要說很多 法圖斯 過年斯 澳化 講起我們 澳飯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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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這四年都沒有非洲 不知為什麼 可能覺得香港的人工少 去到另一邊 東南亞 現在多選擇 今天都不錯 有段時間講 下次我們再組織 因為阿魚要開工 對 我們要放棄 其實我們有三個都要開工 即是說我們 不要經常講 我早點 我早點 不是說事實 不是直至就算 對 真的 好 總之下星期再見 我們打算每個星期都在聊聊 看看下次我們會不會做直播 因為有些技術性的問題 話說我們第一集就是錄 第二集就是直播 第三集我們又回歸錄 聽下集我們的技術性的問題 哪一方面會方便 還有一些朋友 如果有什麼話題 都覺得可以 不如有興趣叫我們聊一下 我們也過濾一下 如果可以 都不妨給我們一些意見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還有最重要是怎樣 要支持我們 要CLS CLS OK 留言 讚好 分享 或者訂閱 大家一直留意 記得訂閱 因為我們每周都希望 至少可以聚一次 在電視之外 多多支持 多謝各位收看 好